在弟弟死后 我老婆折断了我的腿 让我终身在轮椅度 他说 如果不是你 他就不会死 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不仅如此 他还逼我踏上弟弟的追梦之路 日夜临摹他的话 最后 在弟弟继日当天 他带着我跳海殉情 为他赎罪 在睁眼 我回到被爸妈接回家的当天 我率先冲出去 这次被车撞倒的不是我弟了 后来 他和弟弟大婚当日 女人掏出我尘封的情书 回不当初 说他爱的是我 医生 你是说他重度抑郁了 顾一白的眸色一沉 眉间的玉色加深 他毫不犹豫地说 没必要额外开药 医生还想劝 可是重度抑郁是需要药物调节的 要不您再考虑考虑 他直接挥手 骂了句滚出去 医生也不敢多说 出了病房 他怎么也没想到 我的心里会这么脆弱 听到他不肯给我开药 我心底仅存的希望彻底吸密 绝望在腾生 他不爱我 从来都不爱 我已经重度抑郁 世界在我看来就是灰黑色 没有药物我真的受不了 我哀求着顾一白 顾一白 你让我临摹的话 我会好好画 能不能给我开药 他不准我喊他老婆 也不承认我的身份 我本是夏家真正的孩子 在很小的时候 被人贩子摆走 卖给贫困人 直到我高考后才被巡回 而夏浩然则是夏家的养子 他享受了荣华富贵 也是顾一白的小组马 就在他死后 顾一白就对我展现出 猛灭的追求 在被认回之前 我就暗恋他这个天之交女 于是 我很快沉沦在他的温柔里 以为他真的爱我 然而结婚后不久 他就露出真面目 把我从三楼的楼梯上推了下来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惊恐地看着他朝我不步逼近 最终陷入了婚姻 醒来后 我崩溃地看着自己 不能动弹的双头 心里发烂 顾一白却冷着脸 双眸里流露出 不再掩饰的恨意 如果不是你 浩然就不会死 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都是你害死他 这话一出 让我瞬间想到了 我被接回家的当天 夏浩然想不开 冲出去被车子撞死了 就从那天起 爸妈对我客套礼貌 唯独没有了亲人的关爱 顾一白则装得很好 还让我爸妈误以为 我真的患上了精神病 我说什么都没人相信 我感到深深的绝望 我就这样被他囚禁了 他对我百般折磨和羞辱 他既不让我服用药物 也不让我自寻短见 只让最好的医疗团队 吊住我的目 用他的话就是 死不了就行 不用把我当成一个人看待 他还把夏浩然生前的艺术作品 让我一遍遍的临摹 只要临摹的不到位 我就不能吃饭 也不能上厕所 我经常把自己弄得一身脏 我难堪得恨不得立刻死 可他会让医生催眠我 让我活着给夏浩然赎罪 他说 夏姐 这都是你活该 你别想死 就像现在 他也掐住我的喉咙 没有任何伤烂的口吻 直接拒绝 重度抑郁 你不配吃药缓解 我不敢忧逆他 活在生不如死的痛苦当中 他迟迟没有让医生 在检查我的抑郁症 我心存一点希望你被他恶杀 在夏浩然的忌日当天 他带着我训练了 他受不了没有夏浩然的事件 他就算死 也拉着我一起死 说是赎罪 他将我推到海里 任由海水进入我的腰身 直到我的火梗 最后灌入我的鼻腔 看着我挣扎而痛苦的模样 他心红着眼 身体离我越来越 他留给我最后一句话 是这样说的 这就是你的抱怨 那天车祸死的就应该是你 你就不应该出现 他亲手杀掉了我 以这种惨绝人寰的方式 太狠了 我也太狠了 也许上天怜悯我 我竟然一睁眼回到了 我被夏家巡回的当天 我看着那个淫郁的女子 已在门框边 夏浩然就在他身边 夏浩然的眼眶微微湿润 爸妈 要不我走吧 这里不属于我 我都不是你们的亲生儿女 我上一世是怎么说的 我说的是 爸妈 我可以随时回去的 夏浩然一听更难受了 他以为我是在故意跟他抬荡 爸妈 你看哥哥就是不想我在这爱你 他的神情太压抑 爸妈看得很心疼 就安慰他 安心住下 梁老还不忘责怪事的别我一眼 你哥不懂事 你可不能不懂事 就在当晚 夏浩然直接带着行李相冲了出去 很不幸的 他被车撞死了 爸妈给了我一巴掌 顾一白还拦住了伤心欲绝的爸妈 明明他也难受得不行 还红着眼眶 他劝慰我爸妈 叔叔阿姨 谁都不想发生这种事情 你们别怪下井了 好不容易 爸妈才接受了夏浩然的死讯 也在那时 顾一白慢慢地接近我 我也很懊恼 为什么偏偏夏浩然 会因为短短的几句就冲出去了 还出事了 如果那天我有去拦住他 会不会他就不会死了 可重活一世 我还拦个屁 又不是我开车撞的 再加上 那是我的亲生爸妈 我为什么要走 我什么都没说 爸妈还是把不满的目光望向我 他们说我 夏浅 你怎么那么冷血 那可是你的弟弟 你都不劝一劝 我盯着他们看了两秒 嗓音冷淡 我也是你们的儿子 为什么你们把我晾在一边 爸妈忙不迭地解释 浩然好歹跟我们生活了十几年 我对上他们的眼睛 轻横 你知道的 我大小就不在你们身边 他们哑口无言 夏浩然正住了 顾一白看不下去了 他择了一声 语气不爽 夏浅 你怎么那么坏 能不能好好说话了 我转身就往外走 挑衅式的倾向 那我走 顾一白看我不受他的控制 他顿时就怒了 他上前来拽住我的手腕 夏浅 你别以为这样的把戏 就可以赶走浩然 我像被病毒连上班惊恐嫌弃 心头的恨意又再翻滚起来 想到了上一世 他怎么对待我 我就恨得牙痒痒 他眉间紧促 夏浩然在后面喊他 一白姐姐 你们别吵了 为了我不值得 我挑眉 对他茶言茶语实属无语 我爸妈也不赞同地上前 来拉扯我的行李行 你这是干什么呢 不知道还以为 我们下家多薄情寡义 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要 我低头冷笑 刚好被顾一白看得清清楚楚 他对我的嫌恶加深了几分 夏浩然连忙上前拽住他的手腕 他俩就无视我走得进去 我看着拖拽着我行李箱的爸妈 只好跟着进去 心底叹了一口气 对他们的感情很复杂 毕竟是亲生父母 可是没想到 晚上还是出了幺蛾子 夏浩然的人不见了 夏家发散了人去找 顾一白看我慢悠悠地从大门出来 他讽刺我 你怎么睡得着 如果不是你不哄着浩然 他就不会离家出走 我受不了他这束嘴脸 忍不住刺了他一句 我是他爹妈 我一定要惯着他 我没有惹他吧 顾一白面色铁青 似乎在脑海里过了一遍 确实发现我没说什么 他扯着我的手腕 恶狠狠地警告 如果浩然有什么事情 我要你陪葬 上一世 他确实做到了 心脏忍不住抽疼 不是为他 而是为我自己的愚蠢 就在下架附近的路口 那个身影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忽然 一辆飞驰的汽车冲了出来 对着夏浩然的方向就撞过去 电光火石之间 我立刻将身边的女人推了出去 他就挡在了夏浩然的身前 巨大的冲力撞倒了顾一白 顾一白生死不明地躺在地上 大量的血液从他的四肢蔓延 他痛苦地在哀嚎 仔细一听 居然是在骂我呢 他声音微弱 又带着震怒和不敢置信 夏浅 你竟然敢推我 你想害死我吗 夏浩然躲过一劫 他大喊 一白姐姐 你没事吧 说着就哽咽了 他害怕得六神无主 我扯了下他 没好气地说 打急救电话呀 哭他就没事了吗 夏浩然顾着瞪我 也没有去打急救电话 他只记得把炮火对准我 忘记了顾一白的生死 他嘴里骂骂咧咧 都怪你 你干嘛推一白姐姐 你知不知道你会害死她的 两个人都蠢得要死 我真想她死 可我看了眼一脚的坚固 我还是拨打了急救电话 夏浩然还想闹 我没有一点温柔 冷着脸推开她 不推顾一白 难道推你吗 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就死了 你应该感谢我 夏浩然闭嘴 唯有顾一白在地上碰碰的尖叫 救护车来得很快 顾一白被抬上去的时候 爸妈也正好 我不想去医院 可架不住爸妈责备的眼神 和夏浩然的恐怖 也好 看看顾一白这个渣女死没死 死了最好 很不幸 顾一白这个渣女没死 真的可惜 我坐在走廊打瞌睡 爸妈愁得脸都调脆了 他们正在谈论 一白爸妈都在博外 现在为了保护浩然还受伤了 这腿没个几个月怕是好不良 而且脑震荡随时都有后遇症 我们真的对不起他 我只是抬头看了眼 在里面一脸苦涩的顾一白 眼神对上他被裹虫纵住的人 笑 他迷蒙的眼刚好对上我 我毫不犹豫地比我的终止 他再度气得直接又睡了过去 我顺势提议 那就让弟弟和顾一白结婚吧 现在不是流行青梅竹马 你身相许那一套吗 夏浩然刚好拿着毛巾出来 他一脸猜疑地看着我 把我扯到角落 他小声的低语 夏井 你在算计着什么 我算计什么 我是恨不得你们所死 别出来蹦的 这话我当然不可以说 我只是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的心思难道我看不出吗 夏浩然难得没有刺我 还不幸事地问我 夏井 你真的没有想和我抢 夏浩然这脑子真不好使啊 这本来就是我的 我抢什么 我犯得着吗 况且 我不稀罕 那些要抢来的 上一世我受够了孤一白的折磨了 这一世 我只想好好享受我自己的生活 爸妈那边的声音突然发高 我清晰听到了我爸和话筒里那人的对话 我爸 爸你说什么 赵氏逃逸那司机怀疑 跟我们竞争公司有关系 然后我爸露出严肃的表情 行 明天你给我们找几个保镖 夏浩然连忙跑过去问我爸 爸 今天的事情有预谋 我爸可能怕夏浩然害怕 他安慰我 不要怕 爸爸明天就找保镖回来 可夏浩然还是很害怕 他直接冲进去病房 抓着孤一白的手发抖 一时间 我还挺羡慕他的 他害怕了 有人关爱 我默默打车回了家 到家没几分钟 就接到了个陌生来电 我还是接了起来 就听到孤一白暴躁如雷的声音 你人哪 你不留下来照顾我 你死去哪里 我心想 这一世 车没把孤一白撞死 真把他的脑子撞傻了 有夏浩然这个小竹马还不够吗 说完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可孤一白不依不毛 还是不断给我打电话 我直接拉飞了 一觉睡到自然醒 第二天一早 阴魂不散的孤一白 居然出现在我们的餐桌 我忍住呕吐反胃 拿了两个面包就想上楼 孤一白转动着轮椅 要来拽我 我露出嫌弃的表情 伤残人士要上厕所 我可不提供这项服务 孤一白气得要死 他咬牙切齿 夏井 你又在玩什么把戏 之前你在学校对我不是还挺热情的吗 怎么现在变回夏家少爷就优越感上身了 你推我该不会想以此来照顾我吧 我切了一声 看着他的关注点不在夏浩然的身上 还有自恋型人格 我好笑地翘起双臂 你该不会喜欢上我吧 孤一白的脸上的神情很怪 他正想回答 一个杯子砸向了我 一只玉手横在我眼前 杯子被他一掌握住 他的手往里一翻 水杯的水倾泻浸湿了我的身子 抬眼一看 我就看到女人挡在我身前 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她的面容 她又退回了我的身旁 夏井 原来你在打这个主意 没门 是夏浩然刚好听见了刚才的话 她冲过来想打我 女人又一次帮我挡住了 她掐住夏浩然的手腕 夏浩然趾高气昂地问她 你是谁 你怎么出现在这里 我也在这时看清楚了女人的面容 她目光冷漠坚定 看人石油补卫设定 身子挺拔 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感觉很有安全感 我是 她的嗓音十分悦耳 爸妈闻声出现 替她回答 为了低调 我们请了女保镖 她叫浅南飞 顾一白显然也知道了 昨天的车祸事人为不是意外 我联想到上一世 为什么没有听爸妈提醒 我只记得 当时的车祸事件 交给了顾一白去查 难道顾一白明知道里面有隐情 还要任由爸妈责怪 是我害死了夏浩然 想到此 我对顾一白的恨意又加深了 我现在后悔得要死 怎么没有推大力一点 把这个渣泥弄死 感到有炙热的目光 对上顾一白的视线 我撇过头去 只看到身边女人艳若桃 爸妈的出现 打断了夏浩然的施法 她又恢复了官儿子的 于是 几兰飞就成了我的保镖 夏浩然很不服气 为什么她一个人保护哥哥 接着我爸妈老脸一僵 嗨嗨两声也是尴尬 我们安排了一对保镖 保护你和一白还不好吗 夏浩然瞬间吸了火 她心满意足地吃早茶 等到在无人的角落 她又露出真面目 张牙舞爪地向我示威 别以为你可以和我抢一白姐姐 看到了吗 我就连保镖都比你多 没有对比没有伤害 心脏还是会有一丝丝的揪痛 大概是上辈子 遭受爸妈的冷目多 其实我也不太需要亲戚 不然为什么我感觉不到哪 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度过这段时间 去上大学而已 可夏浩然还是要不断提醒 你本来就不属于这里 你走得更好 我看着她是在必得的模样 她就像一动不动 捍卫我安全的士兵 夏二少爷 我劝你还是别对我的雇主 做出任何危害 她人身安全的行为 她的语气不卑不亢 还带着无情的威胁 我一瞬间就爱上了 几兰飞的个性 夏浩然一下子就怒了 雇主 她算你哪门子的雇主 我劝你还是给我傻开 确实 她一个人保护我 而顾一白和夏浩然是一对人 光是数量都赢了我一大姐 她应该分得清谁的地位更重要 可几兰飞是什么人 我怀疑她是石头 她还是没有任何情绪上的波澜 还伸了身手 示意夏浩然赶紧走 夏二少爷 我尊敬的喊你一声夏二少爷 你别搞不清楚你的地位 又喝 几兰飞还阴阳怪气了一波她的身份 大小姐始终高她一等的意思呗 夏浩然气得手指颤抖 看了眼身后没有跟着的一对朋友 她直跺脚 你个臭打工的 你给我等着 等夏浩然走了 我心底直叹气 我倒不是惹不起夏浩然 我只是不想几兰飞因此丢了工作 几兰飞 这值得吗 几兰飞眼底闪烁着亮光 大少爷 这只是一份工作 看来她有辞职的底气 那我就不担心了 几兰飞的忠心耿耿惹来了夏浩然的不满 她存了心要折磨几兰飞 她指使几个保镖对几兰飞动手 我从楼上听到动静 快步跑了下来 还看到坐着轮椅的孤一白正冷眼旁观 虽然知道几兰飞那身手应该出不了事情 还是不想她被人欺负 几兰飞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 正微微喘了气 看到我时 眼睛亮了一下 动作没有停下 顺势把几个保镖干了 夏浩然 这是我的人 我安分手挤从未和她争夺过什么 可她呢 初初要和我攀比 就比如妈妈买的西服 她都比我多了十来件 她还是不买的 她偷偷让她的狗咬碎了我的衣衫 我只是默默把衣服扔了 可我妈都看见了她的所作所为 夏浩然只是撒娇说上几句好话 我妈就会劝慰我 浩然还小不懂事 仅仅你就别跟她一般见识 所以我闭嘴了 因为我知道 在这个家里 夏浩然比我还重要 爸妈刚好到家 看到了夏浩然满脸的委屈 她又用惯用的伎俩 向爸妈讨要东西 爸妈 这个几兰飞害我受伤了 说着 她把自己手臂不知道何时的划痕 伸出给爸妈看 爸妈心疼地把她搂紧怀里 冷着脸就想斥责几兰飞 几兰飞 我让你来是保护人 不是伤害人的 你现在就走吧 几兰飞的眸光微闪 故意白的脸上 好像带着落井下石的戏血 她开口说道 叔叔阿姨 这种会咬人的狗 就别留了 她真可恶 把几兰飞比喻成狗 这让我想到了上一世的噩梦 她也是这样嘲讽我的 她说 夏浅 吊着你没死 不就是把你当一条狗戏弄而已 你以为我真的爱你 那些潮水般向我涌来的窒息感 渐渐淹没我 几兰飞第一时间 发现了我的不对劲 她无疑是最忠诚的 她并不是谁的狗 她是我下井的保镖 你们谁都无权处置她 几兰飞的身形一顿 像盾牌一样 助力着 我面对着爸妈不赞同的神色 直接了当说道 既然那么不满意几兰飞 不如我也走吧 我转身要上去收拾东西 几兰飞拽住我的手腕 她惯是冷言冷语 此颗漂亮的眸子里是温润的光子 大少爷 不必 爸妈追了上来 我爸震怒 你就为了一个保镖 要和自己的爸妈做对 夏浩然嘴角露出得意的笑容 我微笑着跟他们对峙 夏浩然 你应该不知道屋子里有监控吧 有没有伤你 查一查监控就知道 夏浩然顿时慌了 顾一白为了维护新闯人 她生气地骂我 夏姐 你别太过分了 浩然只是帮你筛选不好的保镖 我毫不留情地说 什么时候我的人 轮得到别人帮我做过 况且她没有做过的事情 为什么要让你们任命 爸妈看我们僵持不下 他们妥协了 好了好了 不要为一个保镖伤了和气 以前我不想去争 这一刻我忽然想争了 舞蹈培训课 我看着手在门口的几盘飞 我深呼吸一口气 他们不是看不起我 认为我不比夏浩然优秀吗 那我就要彻底打败她 我上一世最擅长的跳舞 可顾一白硬生生把我的头弄了 这一世 我不要做谁的替代品 也不要学那什么画画 我专注地练习着舞蹈 不知道何时 夏浩然也出现在了我隔壁 她不断刺激着我 就你这样能和我比 我可是跳了十几年 你怎么比得上我 我不小心地摔倒 顾一白拄着拐杖 就冲进来 好像真的很紧张我 比她更早一步的是几岚飞 她已经把我扶了起来 我脸一热 这么近的距离 几岚飞身上的清冷香气 灌入我的鼻腔 而夏浩然也模仿起我来 她摔得很有技巧性 压着顾一白一起倒在地上 顾一白疼得嗷嗷叫 也不忘在身后喊我 嗓音带着急气 夏浅 你别走 你就那么稀罕那个保镖 几岚飞适时停了一下 她很懂我 知道我想对顾一白有话说 不过不是什么好话就对了 我看了眼拙烈演技的夏浩然 冷声轻笑 没人跟你抢垃圾 大可不必那么在意 顾一白爆发出震怒 下警 你竟然敢说我是垃圾 我堂堂顾家继承人 不比几岚飞那个保镖好 我真的受不了这种智障 我示意几岚飞把我放下来 我一脚踩在顾一白的腿上 恨不得把她的双腿踩飞 我用尽全身力气去碾压 夏浩然激动地大叫 你在干什么 你放开一白姐姐 就在这时 两人的保镖也静止地过来了 我一个眼神 启兰飞就帮我把那群保镖拦住 我弯下腰身 面露凶色 顾一白 我没让你死就好了 你可别惹我 顾一白没想到我的恨意来得那么突然 我一想到他折磨我 我就想他死 可我不能让自己的双手沾染上鲜血 你应该庆幸你没死 是因为你在法治国家 顾一白脸色铁青 他攥住我的手段 难道你不喜欢我了吗 我又给了他一脚 原来他早就知道我喜欢他 那他就是拿捏了我会任由他玩弄马 他被我狠狠踹了几脚 夏浩然给我一招制服 我一扯他的衣袖 他就害怕得不敢再动 解决他们毫不费力 我挺着几倍 缓缓走出去 启兰飞则跟在我的身旁 不乏稳健 顾一白还在身后喊我 夏井你不要后悔 我心想 我TM上一世爱你 才是我做过最后悔的事情 开学前 爸妈还是想给我办了一个得体的宴会 毕竟我才是真正的下家少爷 弟弟有一阻挠 他跟爸妈说 现在的商业对手那么多 不如就先不要公开吧 我知道他什么意思 其实我也不太稀罕 我本来打算上大学 就跟爸妈讲清楚 再慢慢愿意 毕竟我的养父母早几年就死了 我这几年一个人过得也还好 顾一白难得帮我说好话 他跟爸妈说 夏井毕竟是大少爷 还是要端正自己的身份 他想提醒我什么 眼睛在我和几岚飞身上流动 夏浩然有些不爽 我曾听过他和兄弟聊天 他说我 就算他是亲生的又怎么样 我才是生活在这个屋子里十几年的人 我看得出 他对我还是怀恨在心 爸妈惯是听顾一白的 他三言两语把爸妈说服了 宴会当天 大家都盛装出席 我对这些场面熟悉又感到厌恶 和顾一白做夫妻的时候 他总把我打扮得很得体 出现在个大名流面前 他不仅是为了立住爱夫人设 还一遍遍地害我被人变尸 他们都会说 就这个不要脸的哥哥 抢了弟弟的未婚妻 真不要脸 那些话刺耳难听 就算到了现在 我仍然被备辞 宴会上 爸妈大放地跟大家介绍 大家虽然和和气气 但是目光都停留在夏浩然身上 他们显然更喜欢夏浩然 夏浩然感觉很满意 再次接过适应声递过来的酒 挤蓝飞倒了下 他眼神示意我 别喝 就在这时 爸妈催促我 快给叔叔阿姨敬个酒 我岂口难下 夏浩然就冷笑 哥 你该不会怀疑我会下药吧 我看他嘚瑟地笑 我抢过他手上的酒杯 一饮下 他嘴角瞬间勾起一抹怪异的血 我把酒灌入他的喉咙 他竟然不生气 跟着没多久 他就提议爸妈两兄弟一起跳舞 给大家亮个响 爸妈觉得体育不错 夏浩然则淡定神仙 静静地看着我 哥哥该不会害怕补不上我吧 我总感觉夏浩然没那么简单 可我想到了上一世 因为他的死亡 我赎罪了一辈子 我踏上了他的追梦之路 那么我 我本该可以在舞蹈圈里发光发热 我不甘心 我迎战了 在上台前 顾一白一把拽住我 夏浅 现在认错可以还没那么多 我看着他和夏浩然 高高在上的嘴里 再也不想做他控制 绝不 我凭什么要认错 我又没错 顾一白松开我手 斜眼看了眼几岚飞 哼 你就那么相信他能保护你 我一字一句地说道 该不会你吃错了吧 顾一白脸色轻一阵白一阵 居然没呛声 转身走了 镜中指手的几岚飞 看完了全程 只是低声说 大少爷 我会保护好你的 他的话像一块钢铁烙印在我的心间 久久温热 上台前 我明显感觉到呼吸愈发疾伏 我以为是自己紧张 结果在跳舞的时候 额间的嘘汗越来越多 身上的滚烫能灼烧我的理智 舞步越发飘浮 脚底一软 差点就摔倒在地上 侧过头看到夏浩然狡诈的笑 仰翼不停袭来 忽然意识到什么 顾一白的神色在阴影里变换莫测 和夏浩然两人交换舞步的时候 我身子一软 差点被他推荡摔倒 杰兰飞一直留意我这边的情况 他察觉到不对劲 趁着停留的空隙 他钻上舞台 他跟上我的舞步 红双人舞一下变成了三人舞 夏浩然气得脸都红了 他低声说道 你以为你可以逃得掉 我要让所有人知道你究竟有多不要脸 台下的观众不明所以 以为是什么惊喜节目 注视在我身上的目光也越来越多 我手腕颤抖 被杰兰飞一把握住 他说 大少爷 有我在 你放心 我也不是不信他 可我身上的症状越来越严重 我不由地粘上他 两人之间的暧昧气氛拉满 台下的顾一白也不知道抽什么风 他主动加入了落单的夏浩然身边 顾一白不断靠近我们的身边 他似乎想要交换舞伴 可杰兰飞防守得很严 丝毫机会都不给他 我听到夏浩然和他争吵 一白姐姐 你的眼睛怎么粘在那个男人身上 顾一白沉声叫他 浩然 别闹了 他忍受不了多久 我心底冷笑 好啊 顾一白是知道我被设计下药了 刚才适应声那杯酒不是有问题 夏浩然手里的残忍 我承认他很胆大 可够了 他们一个是凶手 一个是帮凶 本质上都不是什么好人 都该死 我强撑着跳完 身体到了强弩之末 我问几兰飞 你愿意做我的刀吗 几兰飞低头 点了点头 我心底一酸 这算什么 最有安全感的是保镖给的 一曲中 我不再犹豫 扯着几兰飞上了楼 看着他从窗外爬走 在副本 好戏开场 爸妈 我刚才经过浩然的房间 听到很大的声音 不知道有没有危险 该不会竞争公司 又找人来绑架弟弟吧 我紧张兮兮地跑下去找爸妈 爸妈把夏浩然看得很重 他们也害怕夏浩然出事 一时间大家涌了上楼 我给了几兰飞一个眼识 他率先踢开了门 接着就看到 衣衫不整的夏浩然 镇压顾一白 不停在索取 嘴里还胡言乱语说着什么 一白姐姐 你是我的 谁都抢不走 爸妈脸都黑了 然后是他们满意 顾一白也不是公开魁那么开明 夏浩然约莫很醉了 他穿着暴露站起身 等看到爸妈这些人 还吆喝着 要不要加入 很好玩的 夏浩然一贯在人前洁身自豪 现在全都暴露 我等着他醒来后后悔不已 手机里的照片 也自动上传到网盘了 第二天夏浩然醒来 就挨了爸妈的两巴掌 而顾一白也震怒着 从房间里跑不出来 夏浩然 你实在太过分了 夏浩然死死拉着他的手 一白姐姐 你会嫁给我的对吧 我爸妈也明没看她 小顾 你该不会不负责任吧 我火上天油 顾一白不是什么不负责任的人 对吧 顾一白的眼神对上我 很凶 他穿着皱巴巴的衬衫 脸颈性 你就那么希望我嫁给他 你设计我吧 我凑到他耳边 低声说 我不过是以牙还牙 你不也看着夏浩然对我使坏吗 这是你活该的 顾一白气冲冲的疯了 没说肯 也没说不肯 但是他国外的爸妈 他听到了我爸妈的 二话不说就压着他结婚 说要在开学之前就订婚 明明他上一世 最渴望的是和夏浩然在一起 可这一世 他竟然不愿意了 这就奇了怪了 他果然是贱 他还跑来找我 夏井 别玩了好吗 你去跟你爸妈解释清楚 杰兰飞想替我教训他 估计他自己早就想教训顾一白 他故意撞了顾一白的肩膀 他整个人被撞了腔脚 我缓缓弯腰 我为什么要解释清楚 准弟妹 于是 两家人敲锣打鼓地准备着订婚诺 可等到了订婚宴当天 顾一白反哗 他当着所有人的面 拿出我陈聪的情书 他一字一句地念着我情书上的内容 还投评出来 我记得我当时早就撕毁了 他居然一点一点从垃圾桶捡起来 还拼凑完整了 一时间 我又面临和上一世的处境 我就像个小三 被所有人比弃 爸妈想来打我 岂兰飞不让他们伤害我一分一毫 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失败 我狠狠甩了顾一白一巴掌 顾一白 为了报复我 你真的是不计手段 谁知道顾一白眼眶微红 夏景 我发现我喜欢上你了 你为什么要让我和别人结婚 我以为他又在玩什么把戏 可他痴迷地看了我两眼 对着夏浩然流露出泳色 我不爱浩然 我一直把他当弟弟 你这置我于何必 这他妈是他自己造成的 可真会颠倒是非 他不想结婚负责任 还要把我拉下水 好一个贱人 可夏浩然是什么人 他颠的 他红对眼睛跑上了顶楼 一身白色西装在露台边缘徘徊 他像看一个复兴女一样 狠狠地瞪着我 夏景 都怪你 都是你回来 还害一白姐姐不爱我呢 接着他又往外挪了一步 身形晃荡 差点随风飘散 一白姐姐 没有你我会死的 你别抛弃我 顾一白眉间冷领 他冷漠到极致 那都是你就由自取 谁叫你下药给夏景 就算你死 我也不会和你在一起 顾一白的本质是自私 上一世我就知道 没想到 我一偏头 躲开 夏景 你不是从高中就喜欢我了吗 你怎么可以说不要就不要了 我趁他不注意 立马甩开了他 顾一白 你真是个人渣 夏浩然和你睡了 你还想让我和你一起 做梦 顾一白也是个疯子 他脸色惨白 摇了摇头 夏景 你听我说 等我解决了浩然 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转头 他就去刺激着夏浩然 你不是要跳吗 快跳了 夏浩然一听 还掉了眼泪 却不肯跳了 我死都不会让你和夏景在一起的 我不跳了 他立刻冲下来 死死地抱住顾一白 顾一白对不喜欢的人 一向狠心 他甩开夏浩然 爸妈连忙去接 可都被巨大的冲力撞到一旁 夏浩然似乎不相信 顾一白可以这么绝情 他仍然不死心地跪着去寻顾一白 一白姐姐 我们都这样了 你跟我结婚吧 见 是真的见 爸妈都看不下去了 一堆亲朋妻友 一直在拿着手机拍摄 谁都想不到 顾一白能做得那么狠 好啊 顾一白把夏浩然抱紧了 这一场恶作剧仿佛 终于可以消停 然而当晚 夏浩然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据说他疯了 我想到了上一世的顾一白 他的手段这么恐怖 两世的手段都如出一辙 看来他的变态是刻进骨子里的 爸妈没办法 两个老人等哀求都没用 因为顾一白说 这是夏浩然求着和他结婚的 所以他有权利把他送到精神病院 爸妈一夜之间白了头发 他们把恨转移到我身上 你走 你快走 不是你浩然都不会搞成这样 我拿上早就准备好的行李箱 爸妈 是夏浩然先下要害我的 他不是跟顾一白是青梅竹马吗 是顾一白不要他 不是我的害他的 我要说的说完了 以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我妈追了出来 她塞了一张银行卡到我怀里 你拿着吧 以后别回来了 身边一直充满的锦兰飞 抢过银行卡扔到地上 大少爷 我们走 那一刻 他不像我的保镖 我忍不住哭了出来 他只是把我背了起来 他说 大小姐 哭吧 那一条长长的离家之路 我们走了很远 一次都没回过头 济兰飞给我找了间 学校附近的公寓 他就陪在我身边 像一只中卷 大少爷 你安心睡吧 可等我睡醒 他不见了 映入眼帘的是陌生的房间 上面全都是我跳舞的照片 眼前正灵的顾一白 他痴迷地看着那些照片 我惊恐地大喊 顾一白 你究竟想干嘛 非法囚禁是要坐牢的 顾一白手上拿着铁棍子 砰砰地敲在墙上 他直勾勾地盯着我 被绑在椅子上的双子 要和我一起吗 要不把你的腿敲断吗 这样你就不会离开我了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一世 顾一白还是要毁掉 我的生活和梦想 为什么他明明一开始 喜欢夏浩人 为什么要喜欢我 为什么被他喜欢 也会变得不信 真的很不甘心 你去死啊 我死都不会和你在一起的 顾一白像听不得刺激 他一棍棒砸在我的腿 棍棒擦过地板 发出矿矿声 我吓得浑身发抖 求饶 我不会 大不了再死一次 可是想到那个 说要保护我的女 我不可以死 我趁着他想吻上我唇的时候 晃动的腿提向他的小腿 他痛苦地跪在地上 额尖倾惊净鲜 够了 我说够了 看来我还是对你太仁慈了 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 棍棒被他拎在手里 挣扎之际 绑住我手腕的绳子松开了一些 我侧过身撞到他的身上 他被我甩飞 我的捆绑也彻底松开 看着他陷入短暂的昏迷 我抓起棍棒 就快要敲下 喜兰飞赶到 他戴上手套 抓起棍棒 大小姐 交给我 那一刻 他真的像挤了我的刀 刀刀致命 让顾一白毫无招架之力 他脸都被打烂了 腿也瘸了 他就像快要死掉的癞蛤蟆 丑陋恶心 我抱了紧 顾一白被抓走了 顾一白的爸妈来捞人 却被告知上头有人 要往死里整 我纳闷 谁那么好人 然后 就在几兰飞陪伴我一年后 他还是露出了马脚 我听到有人喊他 小姐 老奴好久没看到你了 老爷很想你 好啊 我把几兰飞逼到墙角 让他坦白从宽 他只好跟我坦白 他只是一个 平平无奇的外逃富二代 因为之前学过 跆拳道散打等等 而且都学得很好 所以 随便找了份保镖工作 打算体验一下 结果嘛 他的心被我勾走了